这个式子大家要注意 这个式子要注意 就是说呢 某时刻这个粒子 验着圆周运动的速度是V 这个V和这个时候的角速度 以及这个时候粒子的位置使劲 而关于是Omx2 你这么看 首先看方向 方向是对的 对不对 伸出你的右手 从Omr那抓 一抓 大拇指方向就是这个方向 大小也是对的 因为对圆周运动来说Omr是垂直的 两个垂直的矢量它的差程就是数量相乘的 Omxr恰好就是这个速率 这个式子挺重要的 它既描述了大小又描述了方向的关系 脚加速度是脚速度这个矢量的时间变化率 一定注意 是脚速度矢量的时间变化率 所以脚加速度有两成意思 一成意思是脚速度大小随着时间的变化 还有一成意思是脚速度的方向随时间变化 对圆周运动来说 这个脚速度的方向只沿着垂直方向向上或者向下 沿着这个方向转的话 脚速度向上方向 沿着反方向转的话 脚速度方向下 所以脚加速度也在这个方向上有向上和向下 大家想一想 如果脚速度α这个矢量只向上面的话 说明这个转动是越来越快的 对不对 否则脚加速度方向向下的话 说明这个转动是越来越慢的 要注意这点就可以了 对于我们这个问题 Om个方向当然不变了 你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脚加速度等于脚速度大小随着时间变化率 就是位置实 位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随时间的二节导数 乘着角速度方向的单位实量 这是限加速度 当然限加速度跟角速度有个关系 这个我们都知道 那个就不考虑了 我们讨论一下加速度按法向和切向的分解 这个快一点说 我取一个坐标系 当然我用极坐标系就可以了 但是对圆周运动来说 人们更愿意用自然坐标系 我们把自然坐标系也介绍一下 实质上是一样的 自然坐标系是 假如粒子运动到这的时候 验着这个反径向方向上 叫EN 取一个单位实量 这个叫法向分量 验着垂直于法向分量 就验着切线分量方向 验着切线方向 ETHOT代表切线单位实量 切线方向单位实量 由这两个单位实量构成的一个坐标架 叫自然坐标系 所以自然坐标系跟极坐标系 差别仅在于EN等于负的RHOT 对吧 那是验着镜向的 这是验着反镜向的 切向横向单位实量 ET其实就是C的HOT 法向与镜向相反 所以EN是负的RHOT 所以你在用极坐标系公式的时候 你把它变化成切向法向自然坐标系的时候 你要注意这个就行了 别的都一样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加速度分解成 切线方向加速度和法线方向加速度 这是总的加速度 我做这种分解 好了 我们根据前面得到的结果 验着镜向的加速度是这个东西 由于圆周运动 镜向速度是0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 我把负RHOT写成EN 这个就是法向加速度 也叫向心加速度 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中学都知道的事情 它验着半镜指向圆心 是由速度方向的改变 引起的速度的变化率 切向加速度 这一项也是0 所以就是这个 所以切向加速度 可以写成R 我每个一点也可以写成R 乘α α代表较加速度 验着切线指向速度增大的方向 是由速度大小或者速率的大小 改变引起的速度的变化率 这个大家都清楚 我快一点说 有个思考题 有个质点做圆周运动 A1 A2 A3 A4是三个加速度 大小和方向 问一下 这三个加速度 A1 A2 A3 A4 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代表什么物理含义 先看A1 如果加速度这么长 方向指向这个方向的话 说明这个例子做什么运动 加速圆周运动 如果是A2 A2 是匀速圆周运动 为什么是匀速 因为切向速度是0 只有向心加速度 对吧 A3代表 减速的一个圆周运动 A4 不可能 如果是A4的话 他这么转 对不对 他怎么会这么转 所以是不可能的 一般平面曲线运动 我们可以用把这个曲线分解成一系列圆周运动的方式 把它穷尽掉 每一点我都做个圆 注意这个圆不是随便做的 这个圆这个R这个半径low代表这一点附近的曲率半径 曲率半径你们会算吗 数学都有套计算公式的 某一点的曲率半径你会算出来 我注点注点用一些圆 用一些密接圆 密切的密接触的接 密接圆把它穷尽掉 我就把这个曲线运动粒子的运动分解成 或者划分成许多圆周运动 这个圆周运动我是知道的 我是会做的 那你就等于了解了这个曲线运动 相对运动也不是什么新的话题 不过我们下面要说的更抽象一点 更抽象一点 以便以后的狭义相对论相接连 相连接 我们先讨论牛顿的绝对时空观 牛顿对绝对空间和时间是这么定义的 绝对空间就其本性而言 与外界任何事物没有关系 而永远是相似的和不可移动的 它是绝对的 你在哪看的这个尺 如果是一米的话 不管在火车上还是地面 它永远是一米 长度是不会变化的 时间也是绝对真实于数学的时间本身 由于它的本性而均匀流逝 与外界任何事物没有关系 时间也是这样 我有一个表 这个表呢 那个表真啊 每走一个格是一秒 你在地面看是一秒 把表放在火车上 火车相对运动 你在地面看 它的表真走一个格还是一秒 时间是个永恒的河流 跟空间没有关系 跟运动没有关系 这就是牛顿的绝对时空观 有人问牛顿 你说这个绝对时空在哪里啊 牛顿说可能在宇宙的中心 他认为这个绝对时空的这个构架 是在宇宙中心 就是绝对观星系 是在宇宙中心 现在我们知道 宇宙没有中心 也没有绝对的观星系 但是在低速弱忍力情况下 牛顿的绝对时空观是正确的 是符合实验 只不过它概括不了强引力和高速情况 绝对时空观是这个意思 对于不同的参考系 长度和时间的测量结果是相同的 我刚才说了 这个绝对时空观呢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是对的 你放心的用绝对时空观去讨论问题就可以了 你不要在低速情况下 要用牢笼子变换 没有用 结果跟绝对时空观的结果是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加理率变换 加理率变换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们想从另一个角度 从数学上的角度把它加深一下印象 假设有两个参考系 一个是s撇一个是s s跟s撇的x轴都是平行的 并且s撇相对s这个参考系 沿着x方向或者x撇方向做匀速直线运动 然后速度是这个 我们假定在s参考系和s撇参考系 放好多同步的中表 每一个地方都放一个表 那个表真的只是那一点的时间 这样我们就给了一个时空 空间是坐标架 时间是表 好多表 计时器或者说 并且假定当O撇跟O重合的时候 开始计时 所有的表开始指令 开始大大的走 开始计时 在这个条件下我们讨论 同一时空点 比如p点是个时空点 p点这个时空点在s参考系中 在这个参考系中 它的时空坐标是xyz和t 在s撇参考系中 时空坐标是x撇y撇z撇t撇 我们要讨论 这四个数和这个四个数之间的关系 这就叫时空变换 时空变换是揭示时空性质的重要手段 我要了解这个时空的性质怎么办 我变换变换 这时空变换完全是物理上为了了解的时空性质 想出了一种办法 而这个变换在不同的时空观下形式是不一样的 我们先看绝对时空观下 这四个数跟这个四个数的关系 这关系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有加率的变换 当速度源于小的c 当然引力也非常弱的时候 有绝对时空观就得到加率的变换 很容易 p点在s撇参考系中的x坐标x一撇 就等于在s参考系中的坐标x减去ut 这一段长度 大家注意这一段长度等于这一段长度 减去这一段长度 第一个式子说明什么呢 说明长度的测量是跟参考系没关的 比如s撇是个火车 我在火车上当然能测p点距离op的距离 是x撇我能测了 但是你在火车上 你为什么说在火车上测得的p点距离静止的 o点的距离是x 你这个没道理 对不对 而且这段距离 你说Vt倒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也得讨论 因为你在火车上的时间 是这个表给出的是t撇 你这个距离 这个表给出的是ut 对吧 你怎么知道t撇就等于t 你不知道对不对 但按照绝对时空观 当然t撇就等于t了 而且长度的测量跟参考系没有关系 所以才有这个式子 对吧 Y和Z方向没有相对运动 所以这个没问题 相对静止 相对静止 那当然没有问题了 相对静止是最低速的 对不对 静止速度是最低的 所以这就加了一变化 其实这四个式子 就把刚才把牛顿说的话 用数学形式表达出来了 空间是绝对的 时间是绝对的 是一个稳恒的河流 跟什么都没有关系 这就是绝对时空观的时空变换 以后我们再讨论高速情况下 这个绝对时空观的家里变化就不对了 有样位于劳伦兹变换 劳伦兹变换是狭义相对的时空观的一种数学表达 劳伦兹变换大家知道吧 是劳伦兹推导出来的 结果是对的 但是在劳伦兹变换中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他是认为以太是存在的 以太的概念大家都知道 对吧 在这个基础上推导的结果 另外在劳伦兹变换中 他把剃片 这个剃片 不当作时间 当作一个数学参量 他说这不是时间 是数学参量 真正的时间是T 后来爱因斯坦说 不用以太也能得到这个结果 并且剃片就是在火上测试时间 剃片跟剃片都是时间 在全新的物理角度上得到了劳伦兹变换 但为了纪念劳伦兹还叫劳伦兹变换 这就是说从错误的前提下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这是物理学的奇迹 受学很难的很难做到的 虽然他的出发点是错的 但结论是对的 为什么会这样啊 因为他的出发点是模型 对不对 以太是一种模型 模型不能说错不错 模型只能说好不好 那个模型好 我的模型不好 因为模型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情况下 有的模型就是好的 有的模型就是不好 所以不能一概的否定模型 你比如以太这个模型 物理学把它抛弃了 谁要说以太太无知了 对吧 但是现在以太的思想又复活了 上个世纪到末 就发现真空不是绝对的空 真空不是空 里面还有长落 试验也发现有这个现象 真空不是绝对的空 这就是以太的思想 以太思想认为啊 空间到处都充满一种物质 当然以太这个模型有问题 以太呢 质量密度非常小 就是轻飘飘的 但是切变应量 切变应力又非常大 哪有这样的物质啊 比重非常小 非常稀薄 但又很硬 所以它的模型也有问题 但它这个思想呢 应该说还是被现代科学证明是对的 所以不要随意的否定一个模型 模型总有在合理的地方 不是有一个科学家说吗 说意大利的火车总是晚点 如果把模型认为是火车时刻表的话呢 我们那个火车总晚点抱怨 后来有人就说 说你没有这个时刻表 你怎么知道晚点呢 这就是模型的作用 你没有模型 好多视频里没有办法描述 那从这个加理率变化我们看到呢 对于不同的参考系 长度的间隔 时间的间隔都相同 并且在不同的参考系中 那个实量可以按平行四边形法则叠加 这就平行四边形法则叠加 对不对 还有大家注意 有这个时空变化还有一个好处 大家注意 任何的动力学方程都是定义在时空上的 对吧 你写的方程都定义在时空上 比如牛顿力学方程 牛顿方程 然后呢 我让这个方程啊 在S系中和S匹系中 我让它在这两个参考系中写出方程的形式 看这个形式一不一样 比如牛顿方程F等MA 对不对 比如在静止 比如这个参考系中讨论 F等MA 然后我让这个方程上火车 到火车上去 看看这方程变成什么样子 如果仍然是力等于质量成长加速度 就说明这方程的形式没变 方程的形式没变 就表明物理规律没变 但是方程中的各项可能有发生变化 比如原来在S参考系中是F等于MA 到S匹参考系中变成F匹等于M1匹A1匹 各项可能发生变化 方程中的各个参数可能发生变化 但是它们形式是不变的 不能由于到了火车之后 就变成F等于根号MA 清楚我说的意思吗 方程的形式不变 就各个量之间的关系不变 那就表明物理规律不变 也就是力永远跟质量成加速度成正比 而不是别的关系 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对动力学方程或者物理规律 你做一下时空变换 从火车变到地面 或者从地面变到火车上 看方程的形式变不变 如果方程的形式不变 就说方程或者规律 具有相应的斜变性 协同的斜 协调变化 就是力加速度和质量协同变化 以保证他们的关系不变 这是十分重要的一种对称性 物理规律的对称性 比如我这个体系是描述相对论行为的 比如我是电磁学问题 电磁学问题都是相对论的 因为电磁场之间相互作用 靠交换光子 对吧 那光子的速度就光速 电磁学中没有低速问题 对吧 所以电磁学的规律应该满足劳论子变化 而不应该满足加理率变化 这个就从很高的层次上来判断你的规律 你猜出的方程对不对 并猜出一道方程 描述的是相对论问题 是高速问题 我用加理率变化给你一变化 发现在不同的参考系 比如SP参考系中 方程的形式发生变化 量之间关系发生变化 我肯定说你的方程错了 对不对 如果关系不变 我说你可能是对的 也许错 对吧 但是可能是对的 邪变性一票否决 你不满足邪变性肯定是错的 所以可以说邪变性是物理学中的一个极品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东西 我们对人是这样 比如你这个人在领导面前和在同事面前都是一个样子的 你这个人品很好 你有邪变性 对不对 你承认大小报告 对不对 你骗你的同事 你这个人品不好 没有邪变性 一票否决 对吧 所以邪变性呢 这是很高的一个层次的一个要求 希望大家都邪变 另外我看到家里变化是个线性变化 所谓线性变化就是指参加变化的一些量之间的一次关系 或者零次关系 比如出现变化的XPX或者是T 它们之间是一次相的关系 不会有二次方三次方或者交叉相 为什么家里的变化是线性的 这是偶然的吗 不是 因为时空具有的性质 就要求它具有线性变化 时空是均匀的 什么意思呢 是这样的 我有一把尺 这把尺长度是一米长 我把尺放在火车上 和把尺放在地面上 我放在火车上在地面测它的长度 和放在地面上在火车测它的长度 当然有个变化关系 按照家里的变化的长度都是一 按照牢子变化的长度收缩 比如在火车上 火车快速的跑 本来在火车上测的尺是一米 我在地面一测变成0.8米了 收缩了 这可以 这完全可以 但是不能发生下列现象 我这个尺在火车的不同位置 你在地面上测的时候 发现尺的长度发生变化 我在火车放在这个位置 地面上测0.8米 放在这个位置 测的结果也是0.8米 不能由于你在火车位置一变化 这个尺的在地面测的这个长度的变化 也就是说 这个空间各个地方的时空点完全等效的等价的 不能由于你在空间不同的位置来产生一些变化 等等等等 时间也是均匀的 这个是时空的一个性质 时空均匀性 而时空均匀性这件事是个基本假定 你要说它不对 那谁主张 谁举证 对不对 法律是这样的 你要反对你举证 你说空间时间是不均匀的 那我问你为什么 举个例子吧 你能举证吗 你举不出来这个证据 所以你也得承认时空均匀的 方向性也是各向同性的 这个方向和这个方向 规律应该是一样的 注意我说的时空是纯粹的时空 你不能这块放个大磁铁 对不对 你放个磁铁就不均匀了 那个小磁针方向永远指上你的方向 我指都没有 任何物体都没有 没有引力 什么也没有 就是抽象的理想的时空 它应该是均匀的 你找不到不均匀的原因 当然这个我都说过了 如果用牢笼子变换 有下面一些特点 一个时间的测量依赖于参考系 长度的测量依赖于参考系 不同参考系中的实量 不能再用平平四边形法则叠价了 假如两个参考系相对运动速度 接近光速的时候就不行了 到时候我们再说 你们想要在高速运动情况下 就火车高速运动情况下 在同一参考系 比如在火车中或者在地面中 两个矢量还能按平平四边形法则叠加吗 能不能 当然能了 对不对 火车跑你的 我在这当然可以叠加了 跟火车有什么关系 但是一个矢量在火车上 一个矢量在地面 这就不能叠加了 因为长度发生变化 你侧能长度发生变化 就是不要一相对论 就什么都相对了 速度的变换我就简单说了 这是P点 T时刻P点所出的位置 时空点 它在S匹参考系统位置 分别为R和I匹 就是这个式子 OO匹 代表O匹点相对O的使径 因为是低速情况 所以我可以用家里的变化 然后两边对时间为伤 注意 R一匹 V一匹是R一匹对T一匹的为伤 但是T一匹 达到T一匹就等于DT就等于DT一匹 所以这么写 我们为了强调 时间可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么写 以后你不要这么写 我们为了强调 然后我代行为伤就两项 最后结果就这样 绝对速度等于相对速度和千连速度的实量和 就是千连速度 千连速度是SEP整体相对SE的运动速度 我们讨论的是两个做匀速相对运动的参考系 这个结果大家都知道 这个例题我不准备在这讲了 你们看一看就行 有时量叠加 这是水相对D的速度 船相对水的速度 风相对D的速度 然后计算风相对船的速度 发现是这个方向 你们回去看一下可以 加速度的变换也很简单 A等于A'加A0 A0代表千连加速度 绝对加速度等于相对加速度 加上千连加速度 不过大家注意 这个式子指对什么情况合适 两个平动的相对做匀速直线运动的参考器 之间有这个关系 对不对 要转动呢 不行了 如果S铁相对S做匀速直线运动 A0等于0 在相对做匀速直线运动参考器中 同一质点的加速度相同 这个大家都知道 好了 上面都是平动 两个参考器做平动运动的时候 做相对平动运动的时候